在昨天审问他的时候 我观察到了一些细节 凡是我们对洪子杰 提到那个中共卧底 八一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强的心理防线 我想 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 也可能通过这个 打开洪子杰的心理防线 您看 不如我们把洪子杰 押往重庆如何 这样我们可以在重庆 彻底击溃洪子杰的心理防线 这样就很快可以 挖出这个八一来 但目前还是要稍等一等 胡卫民已经明确跟我申请 去月儿市接管洪子杰的案子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 你听听他的意见再做决定吧 怎么这事情 胡长官又出面了呢 原来不是说好的 这个 这个案子由您直接领导 我直接向您汇报呢 毕竟这个案子 最初是胡卫民前逃的 现在既然他知道了调查的进展 再要介入进来 我也不可疑次拒绝 那胡长官什么时候到 现在应该到了吧 哦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好 再见 小官 洪子杰在月儿市的大体历率 就是这样的 从表面看 这人还真是率先垂范 奋勇杀敌的英雄 但这次刘诗菲重新回到 裕二世调查 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 关于洪子杰的新资料 我们还不得而知 目前关于洪子杰身份的调查 在裕二世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的抵触情绪较大 根本不相信洪子杰是故人的 觉得我们这是在扰乱军心 陷害抗战功臣 但现在看来 顾远山的师部高层 似乎达成了共识 默认了洪子杰的身份 不再像以前那样 处处阻碍调查 长官 您看我们是先去 拜会一下顾远山 还是先找刘诗菲 了解一下案子的进展 先去 玉尔市师部医院 看看蕊蕊吧 明白 师座 胡维明一见 军部的电报里就说了 他就是冲着红子杰来的 他就是冲着红子杰来的 胡维明亲自出发 恐怕啊 红子杰是行动机械的 他到哪儿了 去医院看望胡瑞了 不谈工作先看女儿 没想到这种大透头子 还挺有人情玩 师总 您对待胡维明 可不能像对刘诗菲一样了 毕竟是少驾 跟过贺耀祖 军统的老资格 而且 现在还兼职着 国防部二厅协超处主任 咱不能怠慢了 少爷 给胡维明接风 是 我现在就安排 进 脸 脸 你怎么来了 行了 都穿上军装了 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想您了 来 快坐快坐 这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啊 蟹壳黄啊 你妈妈呀 非要给你做什么蟹壳黄 还是我妈心疼我 我听铁壮说你受了不少苦 革命军人哪那么娇气啊 这次啊跟爸爸一起回重庆 爸 我还想问问您呢 这次来是因为红子姐吗 是因为我女儿 那你会救她吗 有关红子姐的身份问题 自然有党计军规遵循 如果她真的是共党 我也不可能迅思枉法 如果她不是 我想爸爸也不会陷害和伤害她的 爸 之前我都没有跟您说 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特别危险 是她救了我的命 如果没有她的话 您可能都再也见不到我了 难道不能因为这个 对她留条生命吗 救过我女儿的命 就应该是我胡家的恩人 放心吧 只要她能够翻燃行 重新回到小中党国的道路上来 爸爸一定会给她一个回头是矮的机会 我还听说 你们每次审闻共党的时候 都会用很多酷刑 手段特别残忍 你们不会这么对她吧 放心吧 爸爸会保护好她的 胡掌管 你我虽然素未谋面 但胡掌管的威名 早已经是如雷贯玩了 这次你能够亲临前线 那实在是让我遇耳师澎毙生辉啊 古老弟 你我同位党国效力 军衔又是一致 你这一生长官长长官短的 让我真是受之有愧 话可不能这么说 论出身你是黄埔二期 我是四期 按理说你应该是兄长 论资历黄埔期间 我在东路军还只不过是个营长 可那个时候 您已经是江佑军和贺耀族长官的高参了 无论从哪头论 您都应该是长官 顾老弟 不要客气了 胡兄这次亲自到我这儿来 我想一定是为了红子弟的身份之事 多嘴的话我也就不说了 只有一点 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全师官兵的关注 胡兄接手之后 无论如何收场 我都不希望引起全师上下的军心动荡 顾老弟 你放心 在没有做时 红子杰是共党的身份之前 他依然是我党国的精英 抗日的功勋 我会以理相待的 好 有胡兄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好 那我反客为主 先敬顾老弟一杯 胡兄请 干 一杯 二杯 一杯 这银泽 住手 来 请 就是 不愿意 否有 师父 不管怎么说 那他也是在咱们的地边 估计他们也不至于 让洪子杰遭受皮肉之控 这要是犯了众怒 那可就不好收场了 但愿吧 师父啊 这些材料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胡展浩 其实这些材料 我也是刚刚拿到的 这些材料的存在 你不至于刚刚知道 为什么 不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是这样的 胡掌管 这些材料里边 有一些是新的证据 我这次重回院时 也是想把这些事情都坐实了 以免像上次那样无功而返 所以我想一切都低调一些 所以没有跟您汇报 还请您多担待 洪子杰这个案子 最初 就是由我亲伴的 你现在直接跟老板接触 让我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这样不太好吧 啊 胡掌管 这一点请您放心 无论什么时候 您永远是我的上司 我不堪逾越的 这个规矩留某人懂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也不希望 能够下一次 是 从这些材料来看 洪子杰是共党的身份 不可辩驳 你是第一天办案子吗 那您的意思呢 动刑 你给我撕一下 那您的意思呢 动刑 给我撕一下 遇尔氏 便引起重怒 一切 都有我当着 你就执行吧 可是这次审问 本身咱们就没个方案 如果再怎么下去的话 这万一要再出点事呢 我就是要 拿掉他身上 和心里的 所有的刺 彻底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我倒想看看 他还能不能坚持 他们那些所谓的信仰 胡长官 这好像不是 你以前办案的方式吧 你以前不这样了 尚风交代了 洪子杰这个案件 遗众大 如果 我们真的要是出了点事的话 那你我能担待得起吗 嗯 我是你长官 如果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那好 你可以再次 向老板直接汇报 向老板直接汇报 上行 你听见吗 上什么行 电行 你上什么 上电机 你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停 不停 难道 你对共党分子 产生了怜悯之心 还是想抗命 胡长官 你在这儿 你看到了 真的会出人命的 看到你在干什么 送医院 来 爸 这是怎么回事 行 把你的本质工作做好就行了 你当初不是跟我说过 你不会伤害他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共产党 就是这个共产党 他救过我的命 救过您女儿的命 您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 在党国大义面前 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 虚伪 您太虚伪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给您打电话 就不应该在这儿见到您 不要纠缠了 去手术室 否则你会后悔的 去吧 他面对鬼子 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全身而退 没想到 现在把他打倒的 竟然是我爸爸 跟我一颗 虎长官 那天哪 你会这样的 腮切摸绑 务长官 那就得可요 川先生 你不会均衡 就得叫他 走 又去嘘 festivals 你带都来建设 你带出他们 你带出他的 多美好 告诉刘士飞 派咱们自己的人 把这周围严密地 监视和控制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任何人接触洪子杰 明白 我说的是任何人 包括刘士飞和孙家干 放心吧 胡长官 另外 给洪子杰治病的医护人员 也要严格审查 胡蕊蕊 不适合再接触洪子杰了 胡董 通知医院 把旁边那间病房 给我腾出来 不要本宫 明白 我来落实 不许可怜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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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洪子杰的医生 不能进去吗 对不起 我医生 胡长官有病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可以进来 请不要让我们回来 胡长官 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到毫无退路的地步吗 这些饭菜 不会是给我送来的吧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如果洪子杰有什么意外 这辈子你也别想让我给你送饭了 洪子杰是共产党 你跟他接触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我现在看来看去 就觉得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一 二 加油 转 一 二 加油 转 我明革命军 第十一集团军 第六军 预备二十 合战队准位 上官宇 准位 合战场 上官宇和罗大成带着一伙人去找胡伟明了 带枪了吗 没有 那就好 可是我担心他们要把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受伤了 多大算大呀 他胡伟明不够劝阻 在前线直接对战斗英雄动大型下黑手 这事就小了 担心收不了场的 应该是他胡伟明 师座 可您必定是师座 您要不制止 那将来上面要追究 老子要不是市长 还轮得上上官宇待头吗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报告长官 我们听说 红队长被敌人用卑鄙的手段打伤了 作为红队长多年的生死兄弟和亲密战友 我们申请进入病房探望 敌人 谁是敌人 报告长官 谁打红字节队长 谁就是敌人 你们这么做 知道不知道 这是造反 你们能看得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吗 都给我滚回去 报告长官 今天见不着红队长 我全部回去 全部回去 山峰点火 聚众闹事 我看谁敢 再慢一步 别怪我 军阀无形 我死在中正部墙下 也算我罗大城回国冲锋县这多年 死在秦所了 正好 下面 全体队长 目标并防 跑步 走 都别走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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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按照违背军规处置他们的 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队长 都回去 老大 让 小小军 进步走 老大 老大 小小军 进步走 老大 跟着 老大 这胡长官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既然胡维明已经接管 你执行命令就是了 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的掌控了 是非 就洪子杰一案来说 胡维明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不一般的意义 只不过你身在此山中 难见卢山真面目而已 那请您明示 是非呀 此刻乱花境遇迷人也 你只要尽管欺骗就好了 那好吧 来吧 来吧 这是 蕊蕊给你做的 你先尝尝吧 你的卷宗 我都看过了 我现在想要跟你说的 刘是非也不知道 刘是非也不知道 甚至有些事情 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想听听吗 好啊 我掌握的 这些材料里面 涉及到两个新的人物 第一个人物 就是你的父亲 洪心谷的生前好友 墨逆之交 好 现在 我们暂且 就称呼他为 H先生吧 我父亲叫洪福生 好 就照你的意思 就叫 洪福生吧 你父亲洪福生 跟这位H先生 是同乡发小 自小 不但相辅长大 长大之后 还志同道合 因为 他们心里都揣着 报国安邦的宏图大志 求学期间 又不约而同地 接受了 共产思想的勋讨 后来 考上了黄埔军校二期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 你父亲正式更名为洪心国 毕业之后 你的父亲 因为写的一首好文章 被拍到国民革命军 二十军贺龙部 负责政治宣传 而H先生 则隐藏了自己的中共身份 秘密潜伏了下来 看来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继续吧 这儿 听守卫的人说 胡长官在病房里 单独审问洪子杰 现在洪子杰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看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 我的担心是 在病房里 没有咱们的监听设备 谁也不知道 这个胡长官和洪子杰 到底说了什么 将来省人要是问下来 我们会很被动 那咱们的人呢 都在外围警戒 没有胡长官的命令 谁也不能靠近 这胡长官到底搞什么鬼啊 连咱们都放着 民国十六年八月 你父亲跟随贺龙部 参加了南昌事件 和其行动失败 你父亲虽经辗转 但最终刑计暴露 被抓入院 在那个时期 H先生曾想方设法地 营救你的父亲 但终因 中共党内组织严密 诸多不便 最终 无从下手 不久 你的父亲 惨死在狱中 你的母亲 因伤心过度 而过早的一生 现在我 再给你讲一讲 我材料里的第二个人吧 他的代号 叫八一 他 一直都是 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 你的上级 是周丰 周丰的上级才是八一 民国二十六年 八一受中共指派到上海秘密公干 中共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指令周丰全权负责他的安保 这个故事刘世费已经跟我说过了 可你知道 为什么你会在安保名单中呢 因为八一 太像这个孩子了 你的故事应该讲完了吧 你和胡蕊蕊 在大学期间的交往 八一了如之争 故事的阶级不会是 您的女儿 胡蕊蕊也是共产党的 他不是 但我是 我就是八一 八一 就是你的指令 指令 报告 点来 有事吗 报告市长 我想请问 从明山桥执行任务回来 您对我的个人去向 有什么打算 还没有具体研究呢 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调到师部的警卫营去工作 警卫营倒是一直缺个副营长 但是像你这样浑身热血的特战精英 光是给师部站岗直勤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了 报告市长 在哪儿都是为国尽忠 那好 一会儿我让何副官去安排一下 市长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希望接管刘世飞和洪子杰的警卫工作 那儿有刘世飞自己带来的人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市长 这件事 必须得我们自己的人做 为什么 我担心 有人会对洪子杰背后下黑手 齐连城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肚子里打得什么算盘 你是想给洪子杰逃跑流膳窗户 是不是 市长 您误会我了 齐连城 从穿上这身军装起 就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党国的事情来 这一点我倒是相信 但是洪子杰的共党身份已经被坐实 现在派人恐怕颇太合适了 市长 洪子杰是不是共产党 我相信您的想法跟我一样 都要经过审判和裁决 可是如果有人敢在于尔师 在您的地盘 对洪子杰言行逼供 不择手段 甚至于背后下刀子 您怎么向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交代 这件事情光我同意不行 还得看刘世飞和胡卫明的意见 对故事变得真是用心两骨 不但把你自己拽进来 还打赏你的女儿 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地相信这些的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初三 你奉命到上海的锦江饭店 执行保卫八一的任务 我想你现在一定还能记住 街头暗号吧 没错 我就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 用你家的族谱 制作成了 摩斯密文文 你不该来 我必须来 我不来 你就得死 当年 我没能救得了你父亲 现在无论如何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到你深糟不测 我的是非已经暴露 刘世飞要助我不防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你 你放心吧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整套的计划 我给你动心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 就是设法 把你准备到一个没人监视的地方 第二 给你动心 必然会引起主军的激动 这样的话 刘世飞 就会抓紧时间 把你迅速地押往重庆身里 那样的话 我就有机会下手 取消机会 你们有机会下手 不是我下手 我已经秘密联络了龙龄的游击队 到时候 他们会派一个精干的小分队 在路上解救你 龙龄游击队 是的 那是咱们自己的队伍 他们正在密谋侵入龙龄游击队 要夺回天面公路的控制权 现在 是国共联合抗战 他们怎么敢 重演 晚安夜艇时间 不止这么简单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要破坏联合抗战 我拿到了一份 相关秘密天文的英雄剑 只要把它攻破于重 就能揭示他们的丑合罪力 电门影音剑 现在在哪儿 在你女儿手里 在蕊蕊手里 瞧看 这次齐连城 主动请应 要去看着洪子杰 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呀 你坐下说 咱们带来的人手啊 确实不足 如果再发生 像今天早上这样 罗大成和尚关羽 带人逼宫的事情 确实很难办 这个齐连城 既然想帮咱们 那咱们就顺水推舟 坐享齐城呗 你怎么办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这个齐连城虽然很忠诚当国 但是 我想他不会单纯的就是为了想帮我 那您认为 他想干什么 这洪子杰和这个齐连城 他们出生如此 可以算得上是生死之交的 这次胡长官 对洪子杰动了大刑 我想这齐连城 可能是怕有什么闪失 怕这个洪子杰死了 所以啊 他这次才主动请应 想去看着洪子杰 其实就是想保护他 那呀跟咱们也不冲动 您不是也反断胡长官私自用手吗 这个洪子杰 要真有个什么闪失 那咱们可就全功尽弃了 是啊 可是 咱们已经用不着 让他去看着洪子杰了 您是怕 齐连城 把洪子杰给放跑了 那他不会 他如果要是想放洪子杰的话 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是无数次机会都可以放走他 还一共等得着现在 我已经跟上面请示了 我准备把洪子杰押往重庆 这胡长官不能同意吧 如果上面同意了 这胡长官同意不同意他算个屁 好